祝你中大獎 好 裁券行員工服務客人 送上中大獎的祝福 雷小姐上個月 遇到一名玩運動彩的男子 對方只要中獎就分紅 每次一百兩百 沒想到近期男子反悔 上門討回分紅的錢 他跟他女朋友吵架 然後他女朋友叫他來店裡 跟我們把那個 之前吃紅的錢要回來 他來跟我要說 你現在還有五百塊還沒有給我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也不確定說 竊缺的金額是多少 所以我就不想給他 那他就是賴到我們店裡 就也不走嘛 爽我也不爽啊 對啊 我們確實都不爽 你怎麼會來給你呢 請問一下 我幫你給我 你幫你等我還要給我 我就問你一句話 錄音對話 男子第二次上門再討五百塊 讓女店員忍無可忍 又來跑了 跟我要這五百塊 我覺得沒有到 那個錢是你賺的嗎 那個錢是你的嗎 可是是我在這裡 我認大光明被人家吃紅的錢 最後怕夜長夢多 雙方當下立下了竊節書 直接註明八月份在彩券行吃紅的一千五 全數歸還 彼此贏貨兩氣貨不相欠 簽下了雙方大名 這些錢已經交付給員工 因此顧客事後返回要再將錢要回去 在法律上是行不通的 因為這個時候 因為這個時候鄭宇行為已經完成了 意思就是送出去的禮物或是現金 對方收下就代表鄭宇的行為已經完成 事後想返回也不行 裁券行員工大可以不必還吃紅的一千五 只是開門做生意以何為貴 雷小姐最後選擇退還錢 讓這件事情劃下句點 TVBS新聞趙莉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